繼續來關心的就是 馬總統今天可以參加 劉哲專求 竊家昆秦台會開幕電力 不是專程用這個 協會英港 由來公佈新的竊家政策 對劉哲國民黨的 擁有主席 吳佩孝正在播放 民進黨蔡英文是 竊家的竊家人 吳佩孝 今天可以再講了 說有人過期 不然是不會說竊家 又將來沒有參加竊家的這個政策 選舉高了 比較跟你說 自己是竊家媒 是風驚風天吳佩孝 非你輕鬆爬向來 馬總統一年來唱歌 用客氣音唱 失去的威仙 就是正式 竊家族的人道 馬總統撒出牛肉 公佈竊家新政策 交代給民出竊家族的福利 打著台灣變成世界竊家新度 一定會到 台灣形成一個 客家文化中心 然後在國際社會當中 感謝我們的文化特色 馬總統用全力證書 竊家族選票 最近民進黨總統 參參議員 國民黨首項 突然新店廟的客家票 讓人贏客家票留宿 應付到一波 哪個公公正 國民黨演武主席 國民黨是嫁客家人 國民黨亂說 分化客家人的作品感情 這幾時 國民黨是火力人的作品感情 火力人過去 有人不參加客家政策 到了選舉才說是客家人 這才是操縱作品 過去四五十年 從來不參與客家的活動 從來不講客家話 然後到選舉的時候 突然大看板 在宣傳開始客家面 我認為這才是操縱作品 兩千塊年 早上台三萬一叫 在東京新店廟的客家超過 六千的得票率 有已經選舉 小月兩位 有這超部的客家鄉 在國民黨的國民黨 開始有客家票留宿的危機感 這次馬總統拚認真 趕緊參客家鄉親 擔憑情也刷出了賺一句話 只有出了中國客家選票 記者傳播 接著 國民黨的批評 台灣客家 和民進黨的 李維纖孫林 揚禪認識 開記者會來批評 說過期因為國民黨都說 要說國議 要等下保議才會有這樣的結果 不配用 沒有為到國民黨 過去帶來拜館的保議 來會失敗反省 電圖這樣說 讓人很希望 這是大段營收開的記者會